東協十國竟然共同發表聲明 暗指中國說 你不要用歷史唯有在這個地方擴張 把這個地方當成是你家的 大家想說 你們東協十國 過去不是被中國大陸視為囊中物嗎 你們哪來的這麼大的底氣呢 因為後面有一個老大哥出手在幫助他們 老大哥 提供給東協更強力的資源 就是日本 日本 為什麼是日本呢 日本跟東協很密切嗎 日本在這幾年 在東協一共投資了3500億美金 中國大陸在這個地方 投資了2500億美金 差一千億 所以這些國家慢慢慢慢地 他們已經倒向了日本 中國常常講一方有難八方來源 現在中國被美國壓得大 打這麼慘 有八方來源嗎 一方都沒有 這是怎麼回事 這也是另外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 他亞投行 他花了一帶一路 多少錢了 多少錢去搞多少事情 結果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在執行亞投行 在黨一帶一路的過程當中 他不但沒有贏得友情 反而樹立了很多敵人 這才是嚴重的問題 所以他這十年來 國家的對外發展戰略 發現了有結構性 致命性的基礎性的失敗 所以理論上的失敗 你看很簡單嘛 你怎麼可以允許一個 胡錫進這種人 人在你的媒體裡面寫 他是可以百分之百控制媒體 然後你可以說發展核武庫 發展核武庫 你認為老美會把你當成開玩笑嗎 當然不會 這玩真的 而且他已經都把資料拿給俄羅斯看了 這多可怕的事情 他是一個完全可以管理控制好新聞媒體的國家 就算你允許這種人刺激人民 讓政府要發展核武庫 要修理老美喔 這個美國人平常不講話嘛 他下手的時候非常狠非常重 絕對不可能放過他 最近我們談到就是 東協十國發表了聯合聲明 他們說某些國家 但指的就是中國 反對中國以歷史為憂 在南海擴張 過去大家都認為說 東南亞也就是東協十國 是中國的後花園 他們之前跟中國有非常密集的關係 受到中國很多的一個補助 有很強的經貿互動 但沒有想到 現在這些國家 竟然開始跟中國 說say no 不只中國say no 而且關係越來越緊張 現在中國要在西沙巡島進行一個軍演 越南第一個跳出來跟你抗議 再接下來菲律賓也更抗議 這代表 菲律賓跟越南在南海的議題上面 已經是跟中國對著幹 而且還不只這樣子 中國本來很巴薏地說 我們要跟印尼開個會 來解決這裡的分擔 沒有想到 印尼第一口就說 No 我不要跟你談判 那大家問的是說 為什麼東協國家 你有這樣的一個底氣 為什麼你敢跟中國say no 為什麼你敢跟中國來對幹 有人講說 那是因為美國的關係 但現在應該更來越清楚了 美國可能提供你這個軍事的力量 給你提供所謂的政治的後援 但有一個新的力量 更可怕的力量是日本 日本的經濟力量已經進到這個地方來了 日本在經濟上去支持東協 或許才是東協敢跟中國say no的最根本原因 剛剛講的是上半天就談到了 對 東協十國竟然共同發表聲明 他已經很久沒有發表共同聲明了 發表共同聲明竟然是暗指中國說 你不要用歷史為由在這個地方擴張 把這個地方當成是你家的 對 就沒有想到現在東南亞國家 東協這些國家跟中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了 對 好久不見 十年已經不見了這個東協的聯合聲明來說 指責中國大陸以這個歷史的為由在南海擴張 大家想說你們東協十國過去不是被中國大陸 視為囊中物嗎 你們哪來的這麼大的底氣呢 因為他們的憤怒越來越高 果然這個禮拜你看7月1號到7月5號的時候 中國大陸在西夏巡討這個地方進行一個軍事演習 他這個軍事演習之後呢 寶傑你知道 越南跟菲律賓兩個國家完全不遮掩 馬上就說你這個是挑釁的行為 那為什麼這個關係越來越緊張呢 因為後面有一個老大哥出手在幫助他們 老大哥 大家都說是美國對不對 寶傑不是 其實這個老大哥提供給東協更強力的資源 這個國家就是日本 日本 為什麼是日本呢 日本跟東協很密切嗎 寶傑我們看到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都認為說 中國大陸好像是投資這個東協最多的國家對不對 其實大家都錯了 投資東協最多的國家是日本 現在根據最新的報導出來 日本在這幾年 在東協一共投資了三千五百億美金 中國大在這個地方投資了兩千五百億美金 差一千億 它租租比你多了一千億 所以這些國家呢 慢慢慢慢的 他們已經天品已經倒向了日本 日本說靠過來吧 他們就一路一路 群起就說好 我們要靠在你這邊 我們要跟中國大舉行一個對抗的局面 而且最明顯就是 印尼不是也要搞一帶一路也要去建中國的高鐵 就沒想到 中國高鐵覺得你的進度太慢 覺得你的品質不好 他要換成日本的了 對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次的這個西沙巡島這個演練 你可以看 美國第一個時間當然說 你看這個 你的行動 破壞南海局勢的穩定 而且破壞了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各方面的這個承諾 你看越南也出來這個說話 菲律賓也出來說話 所以顯然各國對你的西沙巡島的演練都相當相當的不滿 你以為西沙巡島是你家的你想怎樣 對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因為西沙巡島裡面來說 這個越南聲稱的這個領土疆域裡面 西沙巡島也在裡面 然後這個菲律賓生的這個領土裡面 西沙巡島也在裡面 所以等於是說 你也是在我的領土裡面進行這個軍演 所以雙方面都非常不認同 事實上在這段時間裡面來說 東協為什麼能夠團結起來 跟中國大陸叫板 除了日本的資源之外 還有一個國家 起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 哪一個國家 印尼 印尼 對 事實上印尼是整個東協裡面 實力最強大的一個國家 他的人口數 他的這個經濟體質都是最強的 你知道東協的領頭搖 對 可是過去一段時間 寶傑你知道 印尼其實並沒有那麼的親美國 或是親這個日本 或是親中國大陸 他反而是真中國大陸關係比較好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面 剛才寶傑不是講到嗎 這個因為這個 因為你印尼的這個 所謂的高鐵速度太慢的時候 他才找了中國大陸 才找了日本來嘛 所以表示什麼 原本中國大陸投資是最多的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嗎 日本整個投資是三千五百億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 中國大陸是兩千五百億對不對 兩千五百億中間有一半 中國大陸都投資在印尼 所以中國大陸花了很大精神 在印尼的這個身上 所以過去印尼呢 他其實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沒有那麼的不好 所以你過去要講這什麼 十四個國家聯合聲明的時候 印尼其實他都是不說話 那老大哥不說話 所以說中國勤賊先勤王 對於東南國家實力最強人口 最多土地最大的印尼 我已經把牢牢抓在手裡面了 那既然老大不說話 我們當然也不說話 所以過去的東協十國裡面 有一個非常這個 老大都沒有挺難來變 但是現在老大的心態完全變了 老大變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是 因為領土的這個糾紛 為什麼領土糾紛 我們跟你講 事實上印尼在北方 有一個叫做納土納群島 這個地方 納土納群島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 離印尼的本土 是有點遠喔 可是他剛好怎麼樣 他剛好被中國道的九段線 把他劃進去了 剛好劃進去 劃進去的時候 中國道一直不斷在國際聲稱 這個九段線 九段線 可是納土納群島就被你劃進去 就是這樣 這個印尼就很不爽 印尼就說你搞什麼 你這個你九段線 你這樣不能夠劃 把我們的群島劃進去 就是這樣 他們中國道跟印尼 就因為這樣子 雙方之間就有一個領土的糾紛 就在這間出現 又是為了九段線 對 又為了九段線 而且又為了南海的問題 那為什麼這個納土納群島 對印尼來說非常重要 第一個 他在這個地方 住了大概十萬人 在這個地方 而且印尼在這個地方 已經發現了巨大的石油 這裡有石油 對 所以印尼 不可能放棄這個地方 那你現在中國道 把他劃進九段線 過去沒有石油 大家好說話 問題是現在有石油 要我也不放 所以現在雙方 就開始有衝突 那雙方有衝突的時候 原本納土納群島 印尼沒有把它放在眼裡 他也覺得這個地方 這個鳥不生蛋 我也不要去 可是從他們發現了這個石油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是印尼總統 索柯威 他就去那個地方 而且他就說 我們不但要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設立軍事基地 而且我們要在這邊投資 很多這個地方 我們要畫一個軍區 都在這個地方 就知道第一個時間 裡面來說的話 很多你看 美國 日本 韓國就說 來來來 我們也要來投資 所以你知道 他們等於是現在 故意的 對 他們要投資納土納群島 而且把它武裝起來的時候 印尼也覺得非常開心 所以等於是說 因為這個納土納群島的糾紛來說的話 這個東協國家 最重要的一塊石頭 被美日韓的聯盟 把它敲開 它這個天平 就倒向了日美韓的這個聯盟石頭 所以我之前 丟的所有的資源 就打水漂了 對 只因為一個支點 這個支點就是納土納 對 這個當然非常重要 因為它牽扯到 是石油的關係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東協石果 後來會這麼強硬呢 因為現在整個石果國家裡面來說 已經有一大堆國家 我們先跟大家講 跟中國有領土 這個領土糾紛的 你看 菲律賓 汶萊 包括說馬來西亞 包括說像越南 然後原本是幾個國家 又加上了這個印尼之後 就完全倒 天平 就完全倒過來了 所以就完全就是 已經這個完全變得不太一樣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一個國家出手了 那個國家就是日本 而且我跟大家講 你看我們剛才畫了 這些都是跟他有領土糾紛的國家 所有國家都盈蓋進去 對不對 但是還有兩個大國沒有說話 這兩個大國一個叫做泰國 一個叫做緬甸 這兩個國家他們都沒有說話 但是寶傑 這時候日本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泰國 日本很大 因為日本就是泰國最大的投資廠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 日本不是要入境要鬆綁嗎 他鬆綁有兩個東協國家 一個就是泰國 一個就是越南 為什麼 因為泰國 我日本的這個汽車廠都在裡面投資 泰國海外最大草在這邊 對 這個曼谷的 湖爾車廠都是這個 像是村無離府附近的工業區 都是日本的公司 所以日本在這個所謂的這個 泰國的政界 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所以他就發揮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再加上越南 越南本來就是這個仇中的沒有問題 但是他也是 他在那邊也是大量的投資 所以等於是說 有了這個這個安倍晉山的表態之後 事實上我們知道緬甸也是一樣 緬甸這幾年雖然過去進政府的時代 他跟中國的投資是相當比較多 可是安倍晉山大量的進去之後 完全局勢扭轉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 日本的這個加入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讓整個東協完全傾向這個美國這一邊 而且我們看到日本現在更進一步 他們就要做一個什麼 印太構想專責部門 對 其實對於現在的印太 現在對於東南亞這些 日本已經擺明了 我就要直接把我的手給伸進去 要跟中國一爭高下 可是我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的策略之後 他其實把東南亞劃進去的時候 他們當時有組成一個叫做 這個媚公和會議 媚公和會議裡面來說的話 中國大陸跟媚公和國家有定期在開會 可是實際上 2018年的時候 日本也成立一個類似的機構 他叫2018東京倡議 他東京倡議裡面就是日本跟東 這個所謂的媚公和五個國家 互相的結盟 而且還變成是個戰略關係 那除了這個之外 日本還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他們在防衛省下面有一個叫 印太構想專責部門 這個專責部門就是跟印太戰略的 所有的部門 所有東西都歸他管 那意思 言假之意是說什麼 我用這個機構來跟你的一帶一路 在互相的對抗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日本在這裡面扮演的角色 可以說是相當相當的吃重的一個狀況 如果這樣就很妙是 中國想要用一帶一路 宣揚我的國威 大漢國威雖遠必誅 可沒想到一帶一路 你破壞了所有的平衡 你逼著大家聯合起來對付你 對 而且為什麼這個日本很重要 抱歉 日本現在呢 他還不只是跟東協國家達成協議 他現在又跟歐盟達成協議 歐盟協議是什麼 我們要做一個歐盟跟我們這個 這個所謂日本之間的一個 另外一個協議 另外一個基礎建設 抱歉 他這是被稱為叫 另外版本的一帶一路 日本版的一帶一路 所以等於是說 他這個中國大陸 你怎麼在這個全世界滲透 我現在也怎麼在全世界上面做 所以等於是說 你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你在封鎖東協 你在爭取東協 我就爭取東協 你再用一帶一路 歐洲 那我也跟歐洲來結謀 所以你看他等於是說 現在美國是在表面上 他是跟中國在互相對抗對不對 但是拿出真金白銀 拿鈔票 在後面搞的是誰 是日本 而且他也還是搞一些基礎建設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在東南亞的這些國家裡面來說 他們對日本跟對中國大陸感情 是不太一樣 如果你有去過東南亞國家 其實很多東南亞國家 雖然說他們都被日本殖民過 但是其實他們都還蠻感謝日本 為什麼 因為說沒有日本人的話 我們根本趕不走那些過去對我們的殖民 荷蘭人 英國人 所以其實他們骨子裡的話 都是對日本有相當大好感 那你看日本又在那個地方 你看他們日本說什麼 他們說我們一個免費的計畫 我們要幫二十六個城市開發什麼 智慧城市 開智慧城市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他就是用一些基礎建設 不斷地做不斷地做 不斷地做來說的話 所以這些國家 其實他們是真的真的很喜歡日本 那加上說你這個中國道跟我們這領土的糾紛 那二話不說 我們就不跟中國道來往 我們就會導向美國日本聯盟這一邊 正好 當然假的 東南亞現在跟台灣的關係其實是越來越密切了 我們對東南亞的注意也要越來越關注 現在東南亞居然跟中國就開始漸行漸言了 中間真的關鍵因素是印尼嗎 中國本來他對其他國家都移植一氣死 我要你幹嘛就幹嘛 可是跟印尼說我們坐下來談吧 可是沒有想到被印尼說 閃了一個大耳光 我們大家都忽略了 原來印尼才是東南亞最大尾的國家 很簡單吧 六月十九號東協十國 不是發表聯合聲明嗎 叫中國不要攔止南海對不對 六月十九號發聲明有什麼奇怪 中國現在那麼弱 又水災又黃災又有病 又跟美國開幹 六月十九號去踩中國腳剛好而已 可是問題是印尼在二零二零年 就是今年一月就發聲明了 印尼總統就跟中國講了 我們這個主權問題不容談判 你中國給我滾開 是喔 那時候中國是 那時候中國沒有疾病 沒有武漢肺炎 還在跟美國叫板 還跟美國掰腕力 二零二零年的一月 中國還是世界一等一的強國 那個時候印尼總統就直接說了 主權問題不容談判 然後直接派四架F3 在納土納群島上面巡航 中國連戰機 不要講戰機 連那個船都沒辦法過來 為什麼印尼敢那麼強硬 很簡單 因為印尼的軍事非常非常強 印尼軍事力量很強 出乎大家意外 2019年全世界軍事的排名 印尼排名世界第15名 什麼概念 北韓18名 澳洲19名 西班牙20名 加拿大21名 台灣22名 印尼比剛剛那些國家 全部都還強 比台灣強 比台灣強 而且強不少名 他是15名 我們是22名 為什麼 因為他能打仗嗎 當然 第一個他陸海空的人數都很多 你常說陸軍37萬人 海軍6.4萬 空軍3.2萬 你可能說人多 現在現在這個社會 誰比人多 比武器精不精良 抱歉他的軍事夠 軍購這真是不結盟政策 很簡單 他不單一依靠蘇爾或美國 他在幾大強權之間玩什麼 玩悄悄版 很簡單 因為印尼現在主力戰機是F16 對不對 他今天轉眼就說 美國你要賣戰機給我 他說不要 我賣你F16CD型 他說CD型 我不要 他轉頭就去跟蘇爾買F35 蘇改35 買蘇35 買蘇改35 然後美國跳腳 美國說不要買蘇35 不要買蘇35 然後印尼回顧台說 那你賣我F35 他就這樣玩這兩邊 現在美國已經在考慮賣 賣F35 就這樣 他玩的是悄悄版跟平衡 他敢在美蘇版 美俄之間在玩 敲敲板 在這個時間點玩剛剛好而已 所以說現在可能印尼會變成新加坡以外 第二個有F35的國家 所以他在軍購上一直採上不結盟政策 所以他有蘇爾的武器 有歐洲的武器 有美國武器 甚至中國武器都有 所以印尼是真的能打 所以他當然能跟中國叫板 更好笑是從今年一月初開始到六月 中國不斷釋出善意要跟印尼談判 對不對 印尼每次的回應都是主權問題不同的談判 然後耿爽的回答 耿爽照理來說要不爽 他很不爽 這時候要出來 他老是不爽 耿爽從頭也不敢不爽 他都跟印尼講 希望印尼以大局為重 這就是印尼的 以大局為重 我很少看到 耿爽什麼時候以大局為重 耿爽不是都先把對方湊罵一段 沒有 耿爽的回答都是以大局為重 所以印尼確實是東協 這個東西對於中國來說最大威脅 而且好了 我剛才講一月的事情 六月現在中國那麼衰弱 印尼在幹嘛 挖中國牆角 最清楚的事情 比如說印尼最新 印尼總統宣布有六大企業 全部從中國移到印度 有LG 有Panasonic 有台灣的美容音響 還有建大輪胎 包含這些東西 一次全部都從中國製造端 你說現在很多製造業要移出中國 而製造業移出中國 我們本來以為說那去印度沒有 印尼才是主要地區 沒有錯 而且重點是印度自己 印尼自己的報紙還很故意 來自中國的三百七十一億美元 投資即將進入我國 他們的華人報還即將去求中國 那這樣很清楚 不是我當時看到這條新聞 是我愣了一下 我本來以為說 中國投資印尼 中國投資印尼 這兩個國家關係很好 不對 原來是這些三百七十一事 我不想留在中國 我剛剛講的那個Panasonic 那個LG 是他們離開中國 到了印尼去了 大肆慶祝 而且印尼這時候還怎麼 還去喊喊 那種一帶一路的建設 比如說中國 本來就說好 要幫印尼要蓋高速鐵路 原本是二零一九通車 後來展延 展延就展延 中國大會展延 我們就摸摸頭 你都蓋到一半 結果最新的消息 印尼直接說什麼 我希望中國不要來 讓日本來參與這樣的高鐵通車 那很清楚 就是他就是打你 他就是嗆中國 我現在就是要不跟你合作 我現在改日本合作 但日本自己也有意願 日本本來就是在這邊 東南亞布局已久 如果這個時候 趁著高鐵 把中國趕出去 換日本的話剛剛好 所以印尼現在是全面 在跟中國翻臉 走儲權問題 走招商問題 從一帶一路問題 全部都在跟中國翻臉 所以我才說現在印尼 才是未來整個東協十國 抵抗中國的最前鋒 重點來了 但我才慢慢懂 為什麼東協十國 會跟中國翻臉 原來背後有這麼多原因 你總要有個能打的 你不能全部靠日本 你自己東協十國 還要有個能打的嗎 有老大哥 還是要老大哥 要龍頭大哥帶頭 對嘛 還有龍頭大哥 爪頭大哥 還是要有能打的吧 所以印尼確實是整個東協 最能打的 新加坡除外 那再來 那台灣也看到這樣商機 現在台廠 我們剛剛講 有建大什麼 不是要移到印尼嗎 沒錯 抱歉這些東西 連台灣都看到 未來下個商機是印尼 印尼人口有兩億多 人口多 土地多 完全適合做製造業 所以現在包含 爐虹 我們紡織第一大廠 爐虹也是 爐虹要去印尼 他要去印尼投資 差不多五十二億 蓋那個紡織廠 然後中國石油 中國石油要投資 兩千五百億中油 在印尼蓋石化廠 然後台糖 在印尼要圈地 一圈地就要圈五萬公頃 未來台糖也在那邊做 在那邊製糖啊 好了這件事情就變成是 整個台灣 日本 東協 印尼 還有印度整個 對於中國的大包圍網 所以中國的麻煩 現在才開始 誰要它與世界為敵 我們這樣聽講就是 你很難想像 菲律賓對中國 竟然硬起來了 在原外交這個地方 三艘菲律賓的巡邏艦 對於一個中國更大的海警船 三艘包圍 居然把海警船給逼走 逼走之後 中國到現在有任何反應嗎 沒有 除了它的小粉紅不再講 我們現在把你的 馬德雷三號給拖走 但到現在有拖嗎 沒有 但只有菲律賓現在對中國強硬嗎 現在你來看到這個是萬安灘 這個就在整個越南的旁邊 這個地方有豐富的石油 結果中國也想燃製 就沒想到中國的船子 進來了以後 菲律賓也來了 現在菲律賓跟中國的船子 居然在萬安灘 兩邊已經多次的對決 已經兩邊多次的對峙 結果現在 越南也把中國的船給逼走了 你也可以看到 現在居然是 越南跟菲律賓兩個國家聯手 在中國在這個地方 對中國同樣的下重手 而且我們就說 你滅國神器開到中國的家門口之後 中國應付都來不及 它現在南海問題 它現在有一點 這個沒辦法應付 結果現在菲律賓跟越南 都同時之間對中國硬了起來 同時硬起來了 你看這個馬德雷三號來說的話 這個中國要拖走 現在不敢拖 它只在拍出這個拖船 在旁邊繞來繞去 但是我覺得更細 拖船來了 不敢動 它在那邊繞來繞去 那更我覺得比較戲劇化 是在萬安灘 萬安灘這個地方是什麼 這個地方其實是中國 跟越南的爭議的海域 尤其這個地方 以前中國想在這邊開油田 結果沒辦法被越南先開了 被越南先開了 中國就很不爽 一直在那邊繞來繞去 結果越南船跟你走 你來的時候我趕你走 越南把中國趕走 而且越南的船比你的小 他照樣把你趕走 那他事實上這幾天的船 這個就是越南的專油平台 就在萬安灘 就中國海警船想要來這邊騷擾 想要把這個專油平台給弄掉 結果越南的巡邏團群艦 就過來了 而且他們已經對峙了非常多 從三月到現在為止 已經非常多次在萬安灘這邊對峙 結果他惹到什麼地方 惹到現在東協跟印度人 他們就索性在萬安灘這邊進行一個軍演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都知道 惡住整個南海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他就覺得要守住這個地方 所以等於是一個萬安灘 讓整個東協還有印度還有越南 對中國都不爽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等於是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 五月十七號 那菲律賓跟越南就說 我們要加強戰略夥伴關係 特別在南海 所以菲律賓跟越南 對 什麼時候這麼交好過的 什麼時候 兩邊要共同簽約加強戰略夥伴關係 對 所以也就是兩個國家也被簽起來 那說到一點就是 都是美國的收益之下 我認為說 這南海的國家 你會互相團結起來 來對抗中國 那你知道 事實上對中國來說壓力非常大 為什麼 你看 這個中國的這個麻六甲 麻六甲恐懼來說 一過了麻六甲 你就算可以過新加坡 到這個地方來 歪南灘現在是誰 是越南的 那你在往北走來說 這邊有菲律賓 在警戒下你在往北走來說話 現在日本 這是日本的左士堡這邊來說話 有這個美國的尼米茲 它可以控制整個上海港 然後這個震海港 可以控制整個華北 現在整個中國的所有的生命線 都在美國 還有他的盟友的火力範圍之內 所以說 美國已經串聯起來了 它現在已經把二戰對付日本的那一套 弄過來了 你最下面的是澳洲 澳洲之後 我們看到了 我控制了馬六甲 我控制了外安灘 我控制了人海礁 我控制了台湾海峽 我控制了這個所謂的宮古海峽 我再接下來 我又控制了對馬海峽 對 全部都是重兵對陣 我完全把你封鎖住 而且現在都站在我這一邊 那時候你這樣 對中國來說 當然壓力壓力非常大 好 那另外一個是 非常非常荒謬的畫面 這個是越南的漁民拍攝的 導播我們現在開始畫面 這是什麼 中國的山東號 對 中國的山東號旁邊什麼 一個小漁船在旁邊拍 就發現 一個小漁船接近了山東號的旁邊 我近距離的拍攝 山東號竟然不知道 對這是這幾天流出來 越南的漁民拍你山東號 我覺得 事實上我靠你這麼近 我可不可以用什麼 我發射什麼魚壘什麼炸掉你 這是有可能的 越南曾經在 以前就曾經用這樣炸過美國的直升機航母 所以事實上山東號被拍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事實上對中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張照片 跟一個影片 你說其實在越戰的時候 當時越戰的水軌 也就是越戰的蛙人 曾經就讓你潛伏在 他等於直升機航母的底下 我底下放了炸彈 把一個直升機航母給炸掉 如果我可以這麼近 我當然可以接近你 接近你以後 我可以在底下放炸彈 結果 山東號對他是完全沒有防備 對好 我們現在講最新的這個發展 就是南華早報說的 我們在萬安探附近來說的話 你看這就是萬安探附近了 越南的船隻 跟中國的船隻 在這個地方互相對峙的這個狀況 黃色的就是越南的這個船隻 這個所謂綠色的就是中國的這個船隻 還有其他的這個不知名的這個船隻 你看這個中國的船隻在這邊 越南的船隻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互相的 他們會互相的交錯的這個狀況 那為什麼這樣 你看中國有兩艘這個海警船 七艘民兵船 還有一艘這個調查船 要通過萬安探附海域的時候 被三艘的這個越南船隻 緊緊的跟在旁邊 那你看就是他們走了這個路線 你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這樣的狀況 你看他們走的路線 是相當混亂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 我來你就退 你來我就退 大家在那邊互相追逐的情形 那我們講 為什麼萬安探非常重要 我就講 以前中國一直對萬安探 非常難以接受 保證那最早最早的時候 要去萬安探開出石油 或是增車出石油 是中國比較早去 但是因為這個離中國太遠 而且中國沒辦法開採 所以後來被越南截足先登 那越南截足先登 越南就開始開採 先裝遊記 所以中國不爽 中國一直要想把它弄掉 但是問題是你弄不掉 你來的話 越南就來 所以變成是這樣 你只要敢靠近 我就驅逐你 你敢靠近我就驅逐你 但是中國又很想去看 所以雙方就 在萬安探已經出現了非常多 你追我 你追我 我追你的這個一個畫面 所以現在在南海 已經不是只有菲律比亞 中國船給趕走 現在越南船也趕走 現在不但越南船趕走 馬來西亞也來了 好我們就講 實際上還有 我們剛才講是五月對不對 這是最早最早 最早報導是3月26號 保證你這樣就是 有一艘中國的海警船 還有一艘越南的 海洋的這個監測船 兩個就在這個地方對峙 對峙了約末90分鐘 兩個一度喔 你看 插到10公尺快要撞上喔 結果對峙了90分鐘之後 中國船隻被趕出越南的領域 那為什麼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保證你這樣 中國海警船是這麼大隻 越南是這麼小 結果沒想到你還被趕走 所以就是這樣 他們兩個就在那邊 第一次對峙 第二次對峙 然後就這樣之後 中國船隻就走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的話 越南是真的想 是敢撞的 他想要去撞你喔 你如果真的來 我就給你試試看 結果中國想說糟糕 那我就沒辦法了 你看這個史丹佛大學說 考慮到這個尺寸上的差異 越南船隻應該是相當大膽 所以因為中國的船隻 是越南的兩倍 兩倍 這一定是非常緊張的交戰 所以你知道 現在顯然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 因為中國的海警船是越南船的兩倍 結果是被整個越南船咄咄逼人 一直想撞他 所以你知道 越南是有guards的 他們是真的拿出守護領土 一點都不能少 你中國不是說 一點都不能少 你根本沒有那個guards嘛 那五月多又來一次 這次是中國的船 是全部這樣大局的南下 就你知道越南的船來了 他就給你穿過去 你的編隊 你的編隊是這樣往下走 你看五六艘船這樣子 他可以從中間穿過去 所以你知道他是很故意 他就是故意要給你 你來這個地方 你要來這個地方 進行什麼專載平台的考證 什麼什麼 我就給你 我就可以船隻從中間穿過去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現在 等於是在整個萬蘭灘上面的 這個油田來說的話 是中國跟越南 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沒辦法無解 因為萬蘭灘的油田 根據中國的考證是相當相當豐富 他們為什麼要到這個地方 他們想要看你越南到底 開了多少油 所以你只要一來 越南就絕對會來 所以我就說 他們都是用 越南是真的用生命在守護萬蘭灘 可是看起來的話 中國是不是比較怕的那一邊 所以你說 現在當美國說 我現在當你們南海這些國家的靠山 現在這些補給這些運補 我都要介入之後 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就越來越強硬了 對 而且我覺得越南是其中 比較強硬一個 你看越南 你中國不是在那邊填島 填海造陸 越南也是一樣 你看這張圖來說 這是另外其中一個島 你看事實上原本是這個樣子 你看它現在也填成這個樣子 那很多島都是這樣 它都是一直不斷地在裡面 建設建設建設 那事實上對整個南海裡面來說的話 美國絕對要抓住的是 是越南 為什麼因為在南海整個領域裡面來說 越南有28個被它占住 那中國來說的話 大概中國約末是有9個左右 那這個馬來西亞有3個 菲律賓有7個 印尼有2個 所以等於是說 越南佔領的最多 最多島礁 越南佔領的最多的時候 你只要能夠 越南控制住來說 你等於就是把整個南海的領域 完全控制得牢牢 中國也被迫 你整個生命線 就掌握在越南的這個手中 而且菲律賓跟越南 剛剛不講已經簽訂了一個 戰略夥伴關係 而且菲律賓的外交部居然怎麼講 他說菲律賓跟越南要密切合作 他說我為了這些爭議性的水域 我們的合作是有效 而且是實質性的對抗 而且他講的非常有意思 兩國對於破壞岡地區的和平和穩定的 單方面活動表示嚴重關鍵 什麼樣的 哪一個單方面 就指中國 所以事實上兩個國家 真的是毫無應用 就兩個國家整合起來 要對付中國 特別是在這個整個南海領域裡面 而且你剛剛特別講到 你現在從對馬海峽 你現在到了宮古海峽 你到了台灣海峽 你現在到了巴士海峽 到了我剛剛講的 包括你要進到南海這個區域裡面 甚至馬六甲海峽 現在美國全部都把手伸進來了 對 我們就講 為什麼萬安潭這麼重要 你可以直接來看 萬安潭在這邊 它距離越南的金蘭灣在這邊 距離新加坡在這個地方 所以等於是說 你一旦進入馬六甲海峽 往北走 你很快就進入萬安潭 萬安潭現在被越南掌握住 它可以從金蘭灣來接住你 甚至如果從菲律賓的海港出來 也可以很快來 比你中國山崖到遠太多 所以中國是無力可以救 所以萬安潭是無論中國也很想拿下來 可是問題 拿不到 被越南控制住 所以我就說你看 就跟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我們前一陣子來說 不是講嗎 東盟跟印度在這個地方演習 因為為什麼 因為東盟也印度也知道說 萬安潭很重要 所以他們印度跟東盟 就在這個地方 船隻在那邊演習 就演習的時候 你知道 當時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船隻 就來到這個地方來 看你們在這個地方演習 所以這個地方 也就是當初我們講的 中國跟越南的船 漁船 船井在這個地方 對峙的狀況 所以這個地方是 整個東協 印度 中國全部都非常關心的 一個萬安潭的狀況 而且中國自己的訊息來講說 當時中越對峙多少個小時 30個小時 對峙30個小時後 越南後面有誰 居然有7艘印度的軍艦 印度的軍艦 在越南的後面當靠山 因為他們當時在那個地方 進行一個軍演嘛 所以他們說 因為在軍演這個地方 所以當然中國是不敢怎麼樣 所以事實上現在 整個中國來說 在整個南海裡面來說 是不是處在一個 吃憋的這個狀態 而且更有趣的是 馬來西亞 對 我們知道馬來西亞的安華 事實上當 剛當選之後 他在4月有訪問中國 訪問中國的時候 其實當時來之後 他們就說 這個馬來西亞認為 該領域是這個 因為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跟馬來西亞 也有所謂土地的爭議 那爭議在什麼地方 主要在這個地方 在沙拉越這邊 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 沙拉越這個地方 有非常多豐富的石油 我們知道 問來就因為石油 賺了非常多錢嘛 但問題是 因為這個馬來西亞 把它開得比較出去 所以這裡面來說 中國認為說 你好像侵犯到 我的這個狀況囉 結果你知道 馬來西亞總理就說 馬來西亞認為 第一次我們馬來西亞的領土 儘管北京方面反對 我們要繼續探勘 所謂的石油跟天然氣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給我 這個很多商機 但是講到所謂的油田這件事情 我們馬來西亞 是絕對不會讓步的一個狀況 好 那你剛剛講的 最有趣的是 現在越南的漁船都不怕你 越南的漁船 都敢近距離去拍攝你的山東艦 當然 我們就講 越南是很有guts 要守護整個南海的 你看 這就是我們最新的這個畫面 就拍到你嘛 那拍到你很多人說 那你怎麼能夠確定它就是山東號 因為 從它的弦號裡面 就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確定是山東號 好那確定是山東號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因為越南的這個漁船 可以這麼近的拍你 抱歉 曾經在1964年的5月1號的時候 有六個越南人 他們就用所謂的這個 用所謂的磁性炸彈 然後慢慢的靠近 當時的美國的卡德號的直升機航母 結果他們就慢慢的靠近喔 就找到了這個動力艙之後 就把這個磁性水雷 就黏在這個船艦上面 後來引爆 結果就真的把它炸 把炸了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如果我能夠這麼近距離的看到它 越南人會不會重新再來一次 誰也說不準 好 題會 我們再看看那個 越南的漁船 而且他們拍的時候很高興喔 兩個越南的漁民 我們當然聽不懂他講話 非常高興地去看 說那個前面那個就是山東號 這麼近距離 非常不尋常嗎 我們以前曾經講過 美國的航空母艦只要出來 它的周圍500公里都是進航區 不可以越雷次一步 怎麼可能說 我有一個漁船在旁邊 而且我拍了非常久 我還可以ro in 我還可以ro out 我可以ro in 可以ro out的時候 我就可以對這個船 進行破壞嗎 而且他們還仔細喔 後來我們看到那個翻譯 他說 它上面還去算 它上面有多少的戰艦 只有一艘 不然只有多少的軍 那個艦載機 只有一艘 只有一個艦載機 所以我們說山東號 的確是有問題嗎 那當然它是在演訓沒有錯 問題是什麼東西 它的護衛艦呢 護衛艦跑去哪裡了 沒有護衛艦 這到底人來講的話 不可能讓越南的漁船 靠近這個地方 你知道越南 是除了中國之外 海上民兵最多的國家 它根本不是漁船喔 你可以告訴各位 這個可能就是 越南的海上民兵去拍的 這不是越南的漁民 那越南的海上民兵 它有可能有爆破的 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不是只有中國 有海上民兵 越南也有海上民兵 其實中國是學越南的 學越南的 越南是最早有海上民兵的 然後後來中國 開始組建了它的海上民兵之後 才開始規模越來越大 但是問題是什麼 讓這個越南的海上民兵 那麼靠近它 這個是匪夷所思 但是重點是什麼東西 剛剛會提到 有印度進來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越南它把這個 所有的南海的 萬安泰這個地方 全部化了礦區 然後開始投國際標 有西班牙的 有越南 有印尼的 有俄羅斯的 有日本的 有錢大家賺 對對對 全部都進來 然後越南自己不去守護它 然後由各國自己派借來守護它 自己的專輯平台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印度得標 印度的專油平台 就是你印度自己來保護 對啊 沒錯 就印度的油商進來之後 所以我都稱為叫做 越南的門戶開放政策 現在它把所有的 而且不要小看 因為萬安灘的開產石油量 在疫情之前 至少在疫情之前 它佔了整個越南的GDP總收入20% 非常非常高 那麼高 因為越南國家石油公司 非常非常賺錢 那它從哪裡賺 就是萬安開 所以中共眼紅啊 中國眼紅 它一定要在 他說以前曾經講過 要在這邊的地方開一口井 問題是到現在為止沒辦法 被海警還被追著跑啊 被漁船包圍著山東號 我覺得這都非常非常的這個 這個不禁止 就是說對中國來講 它相對來講的話 就變成不禁止 但是可以相對來看的話 越南它其實跟菲律賓開始 大家一起開始串聯了 其實講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西亞以前來講的話 事實上跟中國是比較友好的 對 但是後來呢 在最近這五年當中很奇怪 中國也不斷地去騷擾馬來西亞 以至於說馬來西亞 在南海這部分 因為馬來西亞 你知道在吉隆坡 有兩個雙子塔嘛 對不對 那個就是馬來西亞的 國家石油公司的 它在南海這個地方 有一百多座遊警 那一百多座遊警 中共每天去騷擾它啊 結果後來呢 現在包含我們以前之前 不是在疫情期間 有磐石劍嗎 有一次繞過南海 進來回來那一次啊 後來上面得到疫情啊 那一次其實是 美軍澳軍都在那邊 澳洲的軍隊 還有美軍都在那邊 協助馬來西亞 來對抗這個 中國的海警船 所以其實 在這個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在盤石號 有去擋中國的海警船嗎 號稱 經過太平島 事實上就是 跟美澳之間來合作 但是重點是什麼 菲律賓馬來西亞 以及越南 已經連成一氣了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越南跟菲律賓之間 早就已經在談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戰略合作的關係 對 那如果說 連越南都可以跟西方國家 來談這個事情的話 對 那這個中國 對中國的包圍網 在南海這一塊來講 就慢慢的在形成啊 菲律賓的外長講 我們現在跟越南簽這個是 有效 而且是實質性的耶 是啊 所以菲律賓你看 背後絕對也是美國 我來鼓勵菲律賓 你好好的跟越南之間 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因為越南其實以前 都蠻避諱的 他不太願意跟西方國家 因為比西方國家 共產主義國家 所以他不太希望 跟周邊的其他的民主國家 有任何的交割 但是重點是 他的南海問題 被中國這樣子 不斷地 一直騷擾 他也不得不跟這周邊的國家 開始友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現象 這個結盟的態勢已經形成 那這個結盟態勢 剛好就美國很技巧性的 用了南海的議題 讓大家團結在一起 好董事長 剛才講到的 本來以為說是菲律賓 在美國的支持之下 現在印起來了 印起來以後 你本來說是馬德雷3號的運輔 美國說你運輔不了 我幫你運輔 然後現在中國要來騷擾 現在菲律賓把你趕出去 趕出去之後 現在中國一籌莫載 結果看到了 南華早報獎 沒有喔 重點不是仁愛嬌 重點是萬安攤 原來在這個地方 中國跟越南的船 已經對峙了很久 有一次還對峙了30個小時 對峙了30個小時以後 後面還有印度的戰艦 在後面包住越南 代表越南菲律賓兩個一卡 那中國的南海不就被卡住了嗎 中國大陸這個很奇怪的一個邏輯 就是它一直想要經營南海 把南海變成所謂的固有僵域 對 這個玩意就很麻煩 然後跟全世界宣稱 是它的這個國家的核心利益 對 它到處都核心利益 你搞什麼東西嘛 結果你又沒有人力維護你的核心利益 沒有能力 美國現在聯合的就是主要日本 把日本跟美國 美國現在是世界第一霸權 對 日本曾經是亞洲第一霸權 所以在這種擔任過霸權的國家 它懂得如何治理這個整個來做殖民 對 或是說來這邊掠奪或是侵略 或有文化性的上面的這種勝利 中國現在陷入俄烏戰爭的這個困擾裡面 被拖住了嘛 拖住的話它的後援無力嘛 好 那現在美國人現在很厲害 美國現在把日本這個捆農所打開了 對 打開之後日本是什麼樣的國家 日本搞過大東亞共融圈 日本懂得如何殖民 如何侵略 如何佔領 它都懂 而且據說 東南亞有哪些礦產 東南亞有哪些資源 它最清楚 那我請問你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在這個21世紀裡面 東南亞是不是一個新興的經濟發展區 是 全世界最大 為什麼 因為中國市出的所有的訂單 都會到東南亞 東南亞去 那訂單從哪裡來的 訂單從美國來的 從歐洲來的 看起來是日本來的 所以美國提供的 所以這三個條件 一個就是 一個是市場 一個是技術 一個是資金 欸 這三個條件 美國跟日本都組合起來 提供給你東南亞 東南亞一定幫你幹的嘛 這有什麼好講的 而且訂單從哪裡 就是本來給中國的 把你流出 流出來 它變成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高科技的產業鏈 這個產業鏈 整個就把中國截斷掉 對 把中國排除掉了 這種紛爭 會日益不斷地 持續發展下去 讓你中國現在沒有實力 對 去維護你所謂的這個 在地上區域性或海上利益 而且它的海軍能力不夠嘛 你根本也沒有實戰經驗 對 所以在整個困擾的情況之下 它在亞洲的整個佈局 會被美國跟日本聯手 情況之下 再去支持這些東南亞的弱國 變成一個新的一個 新新的一個經濟的發展 共融圈的話 那這個中國在這邊的發展 就會受到非常大的困擾 所以中國的內部 現在目前又陷入所謂的 這個經濟的恐慌嘛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中國的中國的這個 他的他的 他國家領導 在這個禮拜開會 常委會議決定了 從第二季第二季開始以後 要全力的要救經濟了 這是這個禮拜的最新消息 要救經濟了 他第一季的財務報表 看起來情況很好 他知道後面會很壞 後面的壞日子來臨了 常委會是習近平親自主持的會議 所以這個情況都已經沒有力量 對 在這種擴張主義上面 他能夠得逞 難怪菲律賓這樣子對你 你不敢有任何反應了 沒有力量 現在主要是沒有力量 這個沒有力量就被檢驗了嘛 所以這個南海的問題 會持續的惡化下去 現在不是RCEP RCEP弄了以後 完蛋了啦 台灣被憋惡化了 以一個財經專家的身份 你說不對 其實這個RCEP 它最重要的意思 現在開始 中國跟日本 他們要在這個領域 在RCEP 在東協正面對決 沒錯 事實上我們講完了 這個軍事的對抗之後 事實上呢 這一次的RCEP成立裡面來講的話 事實上對日本 對中國大澳都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整個日本的GDP 是5兆人 5兆美金 那個中國大澳是14兆 看似差距非常大對不對 但是呢 日本希望說 我把東協拉住的時候 我就可以拉近 跟中國大澳的這個差距 所以這次他無論如何 日本都一直要加入RCEP 最重要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他準備要進入RCEP裡面 你說跟中國搶地盤 跟中國大澳在爭奪整個 東南亞的這個主導權 那你知道 事實上這一次的整個RCEP成立之後 中國大澳是贏了面子 但是他理智是大叔特殊 真正贏家是誰 真正贏家是日本 為什麼 日本大贏特贏 為什麼日本大贏特贏 第一個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日本一直很希望 跟中國大澳還有韓國 他們有個中日韓的三國同盟 他最主要是要輸到中國大澳市場 跟韓國市場 但是三個國家 因為政治的問題 大家談不攏 但是因為這次 沒有辦法簽定FTA 但是這次有RCEP之後 未來呢 他跟中國大澳是同一個關稅 同盟裡面來說 他輸到中國大澳 還有輸到韓國了 還有輸到東南亞的產品 全部都可以降稅 我跟你講 這是輸到中國的部分 這是輸到韓國的部分 這是輸到這個整體的部分 你可以講 汽車的這個部分 可以三趴完全降到零趴 還有其他的發動零組件 這些全部都是輸往中國大澳的 可以降稅的部分 這是輸往韓國可以降稅的部分 這是輸往整體 可以降稅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最大最大的贏家 就是日本 可是胡錫進不是講嗎 中國才是最大的贏家 你們都小看中國了 中國大澳跟這個東協國家 他們是競爭夥伴的關係 因為他們的產業 結構比較像 所以加入之後 其實大家殺來殺去 你說如果以這個生產成本 來比較低的話 越南比較低 還是東南亞比較低 還是中國大澳比較低 越南比較低 越南比較低 所以事實上短期 對中國大澳產業 反而會出現很大很大的負面衝擊 因為這些廠商 他會寧可我就搬到東南亞去 我幹嘛還在這個 中國大澳裡面生產呢 所以你知道 我們就給大家看 股市是最明顯的 你看 RCEP前例之後 你看兩個國家 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中國大澳 你看日本股市是連續的這樣子 一肥沖天 一肥沖天 你看中國澳的股市 根本是沒有漲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RCEP簽下去來說 對中國澳未必有 中國澳他突謀是什麼 他突謀就是說 我未來在RCEP裡 我可以抵抗 跟中美貿易大戰的相關的這個壓力 我可以組成一個團來抱團 我可以跟美國叫板 但事實上 如果你以真正經濟理直來說的話 日本無疑是最大最大的贏家 他不是講嗎 因為未來東協是會變成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而且他非常多的人口紅利 現在我已經被美國封鎖了 現在歐盟對我也是戒心戒怨 我至少要抱一個東協 對 所以他無論如何就一定要抱住東協 這就是中國大澳 一定要加入RCEP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日本 我們講日本現在擴大對中國東協的投資 你看現在菅義偉就說什麼 我們準備帶領了全日本人到東協去投資 你看包括說日本的這個金聯團的這個主席 包括日本的共商會都說 我們準備要帶領投資 他們現在除了整個所有的國家 他們現在日本政府已經投資大概約莫 接下來還要在兩千億日幣出來 要求這些廠商全部給我從中國到 移到東南亞去 他們會非常樂意的移到東南亞去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要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為什麼我說東協是 這個日本是最大的贏家 因為過去四十年來 他在東協已經累積投資了一千億美金 這些全部都要開花結果 一千億美金 那他投資的都是什麼 他出他跟中國到投資的不一樣 他在東南亞投資的所有都是製造業 在那邊設廠 據點 各式各樣 中國大都東亞投資很多 可是他大部分都是投資軍 港口什麼 這兩個是 他們在這個會 這個所謂協定裡面 數會程度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那你可以講 菅義偉也很聰明 你說未來東南亞的生產基地 是跟美國 跟日本綁在一起的 對 沒錯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日本從四十年前 他要東南亞去布局的時候 東南亞很多的法令規章 很多的這個工廠的限制 其實就是學日本的 所以日本這一次 等於是趁著這個機會 一口氣完全的把它接收完完完畢 所以你看現在包括什麼 你看日本還要提供什麼 未來三 未來三年要提供東協 三千三百億日元的話 要提供他們去進行這個融資 那除了這個之外 寶傑你知道 日本的所有商社 他們在東南亞的布局 全部都要開花結果 他們 山景住友玩龍 全去了 他們全部 他們已經去了 去了之後 他們準備在東南亞 全部都要開花結果 所以我才跟你說 這一次表面上 中國大一直說 我們是最大贏家 但是其實最大最大的贏家 絕對是日本 日本在東南亞的布局 四十年來的時候 一次大豐收 所以未來他就靠什麼 日本在東南亞布局這麼久 他就圖了什麼 東南亞大爆發的時候 我可以抓住這個市場 好 那現在東南亞 而且我可以透過這個市場 進軍中國 對 因為現在這個東南亞 整個GDP大概是三兆 未來十年之內 可以到四兆或是五兆 我日本只要抓住 這個東協的市場 而且東協市場 本來我就布局最多的時候 我可以拉近跟中國大陸的這個壓力 甚至未來 假設日本 假設印度崛起之後 可以大大減低或是降低 對中國 中國大 對我的威脅 所以日本這個加入東協 無論如何 他都一定要這樣 甚至日本現在還在弄一個叫做CPTPP的 這個東西 CPTPP他們準備也在未來一段時間 準備到上路 所以日本已經把這個經貿的布局 藍土都已經布局好了 準備軍事上面 我或許跟中國大陸還有一段差距 但在經濟上面 我要力保跟中國大陸 維持一定的這個程度 好 體會 我們要在這樣整個節目的過程裡面 有東協有一個關鍵的國家 就是印尼 我們看到美國要跟他拉攏 印度要跟他拉攏 澳洲要跟他拉攏 日本也要跟他拉攏 現在包括中國也在拉攏 所以得印尼者得東協嗎 對我們如果知道說整個亞太地區 如果是以東協作為平台 東協作為核心的話 那在東協當中的核心就是印尼 因為你知道 過去這個美國歐巴馬政府的時候 所以不是新加坡 不是不是新加坡 是印尼 所以大家都搞錯了 印尼有2.6億的人口 那未來他也增加到3億以上 而且他的勞力充沛 你看到最近有一件事情 如果國內的這個人力仲介公司 去找要所謂印尼幫用的時候 通常現在已經缺貨了 已經找不到 不是缺貨 所以缺人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印尼幫用 都要回印尼去了 因為工廠設在那邊 他們那邊有勞力的需求 所以變成說 我只要留在自己的故鄉 工作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飄洋到海外去 去當幫傭或怎麼樣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 菅義偉今年第一次出國 也到了這個所謂的越南跟印尼 他跟印尼談這個什麼東西 就是未來日本的廠商 也要到印尼去投資更多的東西 所以你知道印尼 在整個布局來講的話 整個東協布局來講的話 他是最大的外來投資國 最大的一個要首選地方 那過去這個歐巴馬政府 歐巴馬小時候就在印尼長大了 對齁 歐巴馬那時候 他媽媽後來嫁給一個印尼人 他一直在回到印尼 然後告訴印尼說 我一定要來跟你們強化關係 美國跟印尼的關係 所以才美國當時在印尼的投資 跟所謂的經營已經開始在起步了 那等到後來這個所謂的印太戰略提出來之後 除了印度之外 在東協當中印尼就是核心 所以換句話講就是說 整個美國 日本 中國 甚至於歐盟都在拉攏印尼這個國家 而印尼他又有 我們講千島之國 為什麼叫千島之國 因為他有良好的港口 他有這個所謂的漁業資源 還有甚至於像日本在印尼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我們知道 高度回遊魚類就是鮪魚 中國大陸叫金槍魚 這個東西如果你要飼養它 非常不容易 因為你要飼養它 不可能養在水池裡面 這種魚一定要靠著這個大洋 對 所以日本在哪裡 在印尼搞這個東西 因為它有很多島 就構成一個海洋牧場 變成一個海上牧場 然後讓這個鮪魚在那邊回遊 所以這個是日本在印尼做出來的事情 而且日本也在印尼養珍珠 或者是說變成南洋珍珠等等之類 所以我們知道說 整個印尼它的產業鏈 包含它在整個所謂的天然資源方面 還有它的人口方面的一個勞力 三億人口 全世界最大最大的回教國家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日本特別是重視印尼這塊地方 而中國大陸當然也看到這樣的機會 所以換句話講說 接下來中國大陸 它會有面臨到非常困難的事情 剛剛這個士聰有提到 以前2002年的時候 中國跟東協簽了這個所謂FTA之後 結果東協受害 現在不對了 現在全世界工廠跑到東南亞去之後 製造出來的東西 成本低回銷到中國大陸去 反倒未來可能東協國家去賺中國的錢 它反而出操了 反而變成說東協未來會翻轉整個局面 然後另外我們再看一件事情 日本它的角色 它這邊有RCEP 結果它自己也搞了一個CTPPT 然後後來呢 它本來是承接美國過去所主導的TPP 在這兩大集團當中 TPP或者是說CTPPT 不可能讓中國加入 RCEP美國也沒有加入 但是中間那個環節 中間一個overlap 日本 日本 所以日本兩頭轉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在整體的這個區域整合方面 日本是最大的贏家 好 多好 你說現在來看待這個區域裡面 你要想兩個字 印太 你要整個這樣子看到 把印度洋太平洋整個掛在台灣 你的角色才可以看得清楚 沒錯 因為以前我們都講亞太 你現在一定要印太 一定要你把印度跟太平洋連在一起 簡單講這個區域兩件事情 軍備最多的地方在這裡 經濟最快也在這裡 因為剛剛講 經濟最快 對 我現在講軍備 就以印尼為主 印尼是個非常有趣的國家 我們都知道以前我們在念歷史的時候 印尼常常搞什麼 排華運動 第二個 印尼呢 軍事採購 它是兩手策略 它一方面跟蘇聯買 一方面跟美國買 誰都不要想抓得住它 我不會只靠你一邊 就是印尼 你這次阿塞浦在台的東西 中國有個東西就不對他們開放 鋼鐵跟工具機 這兩個他不敢讓你進來 為什麼 怕別人其他國家 跑到這邊去利用東南亞做基地 到時候一回進來 中國本身的鋼鐵跟工具機 就完了 就會受壓重創 但只有這些東西嗎 不止啦 另外一個國家是越南 越南跟中國在很多領域 已經開始競爭了 你不要看現在越南不到一億人口 才現在九千多萬 再過幾年 再過十年 他一億兩千萬人 他追 他在跟中國什麼 搶歐洲市場 從衣服玩具 到這種資訊產業的東西 中國南方的那些 以前歐美的那些代工廠 往越南跑 你到了那個地方 你是跟中國做競爭的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事情 不是一個簡端 百分之九十一的關稅減免 就結束的 沒有 我看剛才講的是印尼 我看再把那個越南補一句 你知道東南亞國家裡面 簽的最多的FTA就是越南 越南 而且他也是兩頭賺 是 他跟歐盟的那個 你只要是 你像我們台灣的紡織業 如果是在越南有設廠 你用越南的布 或者你從歐洲採購布 到越南加工 完全免稅 所以你就是這樣一聽 你就知道說 綁織不是很辛苦嗎 可是因為早就設廠的人 你就沒有這個問題 你搭著越南 你就直通歐洲 再有一個你沒想到的 我們有一個企業是做衛浴 他在越南 當他經濟起來的時候 房地產就起來 他在越南的那個賣馬桶 賣馬桶 市佔率超過TOTO 日本名牌 真的 他在台灣是有掛牌的 因為避免被他幫他宣傳 這個就是看你怎麼去佈局 然後再講印太印太 撇開美國不論 這邊所有東西我都沒有在講美國 明天會有一件事情 澳洲總理莫里森訪問日本 跟日本手上菅英偉見面 兩邊都發布一個新聞幹嘛 他們簽訂一個什麼 軍事的一個協議 日本 日本所有的港口這些 只有美軍可以使用對不對 對 未來 他跟澳洲兩個互相互惠 好 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第一個 你剛剛講的就是這個東南亞的 或者印太的這個經濟 這個這個軍事經濟 再過來再看軍事 印尼 他採購 他的軍事採購是不小的 這根本不要講其他國 還有越南其他國家 然後你現在再加上明天 日本跟澳洲 這兩個都在東西裡面 這兩個人等於做了一個什麼 軍事上的一個協同關係 也就這一些東西 如果你合在一起看 都只有一件事情 他們在應對中國的崛起 現在美國看起來 壓力也丟在李顯龍上面 李顯龍最近很妙 對 他不在接受訪問 他才講說我還是不想選邊 可是他在講他不想選邊的時候 又不在講 中國你再這樣幹下去不行啊 沒錯 事實上李顯龍壓力也非常大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美國一定要你選邊 韓國選邊之後 下一個大家觀察的重點 就是李顯龍 好 李顯龍就說 我們目前不願意選邊 但是我認為 對於中國現在走的路 還有對他們是否有利 外界存在非常大的 不確定和憂慮 我認為這個方向 是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所以他沒有點名批判中國大陸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麼 他其實現在也知道說 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路顯然是不對的路 但是因為新加坡 跟中國大陸的外貿關係 經貿關係太過良好 所以他現在還是另外一個學 文在寅的所謂經濟靠中國 然後這個所謂軍事想要靠美國 他現在還不想選邊 但是我認為 美國接下來不會讓他有這個空間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現在整個東協的國家 都已經開始慢慢的倒向了美國 東協在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等一下 美國這次四方會談裡面 我的疫苗主要輸出國 我就在給東協 也就是我四方聯盟跟中國的 第一個拔河的地點 就在東協 你到底你要用美國的疫苗 還是中國的疫苗 對 事實上現在整個這個疫情的關係 來說的話 整個美國的你看 這是美國輸往這個 這是全世界國家輸往美國 他們相關的這個所謂的集雙箱 我們叫貨櫃 你看貨櫃的話你看 這個中國的份額是開始往下降 但是你可以看到東協的這個 這個份額是開始往上升 所以告訴你什麼 美國現在呢 在這個跟中國打這個貿易戰之後呢 中國的這個來貨量大幅減少 取代的就是東協 所以東協這個是這些國家 他會不會看到商機 當然會 那我的敵人是誰 中國大陸嘛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這個是獨賣新聞說的 每日一到這四個國家 要跟東協互想所謂的供應鏈的 這個資料網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你看我們假設 假設這個這個這個日本 日本在東協有非常多的這個汽車供應鏈 供應鏈對不對 我在泰國有工廠 在全是這個地方都有工廠對不對 我可以跟所有的大家一起share 我現在Toyota 我現在這個所謂林木汽車 我需要什麼東西 我可以優先跟東協這些國家說 我需要什麼 那需要什麼的話 你就可以先賣給我 我share這些這個市場的資訊給你 那你要不要 當然你要嘛 所以現在還說什麼 我們針對這個 日本產經省就說 我們要加強跟印度 還有美日 這個印度澳洲 還有東協之間的供應鏈 所以現在整個說什麼 就是我用經濟力去綁住這些東協的國家 那綁住東協國家 按照這個時候這個民調 就開始出現一個稍微逆轉的這個狀況 好這是新加坡 新加坡智庫 他發表一個叫做二零二一年的這個東亞泰式的報告裡面 他就選 如果真的要被迫選邊的時候 請問你要選哪一邊 好我們看這是二零二零年的 他每年都做選 二零二零年的時候你看中國是紅色 那美國是藍色 那做紅色的時候你看 寮國問來緬甸 包括馬來西亞柬埔寨 泰國印尼十個國家裡面 有七個國家選擇跟中國 只有三個國家 越南菲律賓跟新加坡選擇是在這個美國這邊 但是到二零二一年一年之後再調查之後 情況完全整個大逆轉 你可以看到 現在中國只剩下三個 汶萊 包括寮國還有包括緬甸 其他國家全部都倒向美國 都倒向美國 所以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現在整個東南亞國家 因為美日英澳這些相關的作為下去之後 完全整個情勢大逆轉 那你說身為這個東協國家中間的新加坡 你會怎麼決定 所以等到盟友都慢慢倒向美國那邊的時候 新加坡也沒得選 所以說當李小龍最後表態的時候 那就是最後所有人都定調了 我們剛才講到 除了韓國跟新加坡之外 現在還有一個國家也非常重要 現在就是變成是東協的樣板 這個國家都是越南 現在呢所有美日英澳所有的好處 全部灌給越南 你知道灌到什麼程度嗎 你過去呢 因為你領海的問題 你跟中國有這個所謂衝突 你不敢開遊警對不對 OK 我們現在日本的公司 日本的國家公司來了 日本的這個包括他們的出光諸事會社 已經來這邊要開產 另外一個日本跟越南跟印度也來開產 所以現在越南跟這個 越南跟印度跟日本 就在那邊開產時 有在你們有聲稱 中國聲稱有爭議的領域 我就這樣做 所以告訴你什麼 他們現在站在越南的身後 所以如果越南呢 越強硬 如果越南越強硬 而且經濟真的獲得成就的時候 你覺得其他東協國家會怎麼抉擇嗎 董事長你常常講 美國是狠角色 沒有那麼感覺 當時我就非常好奇是 韓國一直在 都些都不兩面光 你的三星 你明明講 華為說你用乾淨網路 你不要用華為 韓國一直不表態 一直想說你要跟中國保持距離 韓國也不表態 可是美國都不講話 可是到最近 美國透過四方聯盟 展現我的實力了以後 韓國要靠過來 韓國靠過來以後 沒有想到美國這麼狠 一下子打到要害 我要強化我的薩德 從現在固定變成移動 現在我只有薩德 我還要跟我的愛國者飛彈 做一個結合 誇張的是 不做愛國者飛彈 是文在寅的政策 我就要你文在寅 把你的話給吞回去 我請問你一個道理 現在為什麼突然間 李顯榮在這個時間點 接受BBC專訪 對 為什麼 奇怪早不講完 這時候講 而且他強調一個不選邊 不選邊 不選邊的定義是怎麼講 什麼叫不選邊 現在我請問你 美軍航空母艦 可不可以停靠新加坡港 可以 可以啊 飛機可不可以停 可以啊 選邊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嘛 對不對 選邊誰定義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突然間 講不選邊這個議題 我認為 那個就是要準備 往調整方向了嘛 準備選邊 坦白說幹什麼呢 莫名其妙嘛 對不對 這個不選邊的 風聲他在帶風向 所以說現在 在美日應要四方同盟 跟中國之間沒有不選邊的自由了 突然間 不是我先講定義怎麼下 好不好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 突然間南韓的什麼 他的什麼文在寅的幕僚 在什麼國會參與 投稿 然後馬上你看朝鮮日報 通通跟進 這是幹什麼 這是叫什麼 吹風向 這是三部嗎 這是三部政策嗎 不是 三部定義怎麼講呢 我追加這個薩德飛彈 需要讓你知道嗎 我的科技的更新 需要讓你知道嗎 我要通知你中共 我現在 薩德要開始了 我現在要開始 跟他 跟他開始增加什麼 不會跟你講嘛 所以你說 我就算做了 你也不知道 但我不做 我敲鑼打鼓 讓你知道 中國人要面子嘛 我給你面子 我不選邊 不選邊 然後下面統統開始造 一腳一腳都造了 一腳我損去 我聽 保潔酸你 我聽你 我聽你 我調一下 黃思聰已經晚上 去跟他媽的 對方去開會了嘛 這國際政治更現實嘛 思聰講得很對嘛 怎麼可能不選邊呢 那個大餅 那麼大 他都很現實 他不是說我怕美國 是想去吃這塊大餅 大家希望兩邊吃對不對 兩邊吃現在尷尬 給我巴嘛 巴怎麼辦呢 那還是要吃 所以為了國家的生存物 他必須要放棄這個選邊的問題 那可是他要做一個煙霧膽 他做個宣傳 然後開始慢慢慢慢 腳底抹油 大家都走 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這個厲害 是拜登厲害 拜登厲害 拜登厲害 這樣一搞下來的結果 這個 他後面還四兆美金 他四兆美金的投資下去的話 這擋不住了 我跟你講 曾經講 二零零八年 中國不是四兆人民幣 就已經讓他變成了世界復興的火車頭 讓他的國力大幅增加 你是四兆人民幣 現在人家是四兆美金 那我現在請問你 這個時間點你不覺得很奇妙嗎 剛好是兩會開完 對 兩會開完了 李克強怎麼宣布的 他說六趴的GDP對不對 以上 然後馬上又講一堆 他內部的一些的問題等等 他都有講出來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在後疫情時代是什麼東西 後疫情時代不是光是要復原 還要擴充嘛 對 經濟要衝上去嘛 結果現在只有一個國家在帶著火車頭 當然火車頭衝嘛 美國 美國在衝啊 中國不敢衝我怎麼辦 我現在是小國要生存 我也在選一個比較好空的嘛 對 所以這個兩鄉比較的情況下 全部在最近的時間 開始輸贏了嘛 都在兩會之後 然後跨著這個四方會議之後 對 然後他開始他更惡劣 他開始二加二的會議 先到了日本 到了韓國先訪問 然後十八號在阿拉斯加 在阿拉斯加 跟楊潔篪的網易 那個會是什麼結果 我上次有分析過嘛 他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有沒有共同聲明 第二個共同聲明內容 是一般內容 第三個是說歡迎習近平訪美 我今天答案就告訴你了嘛 極可憐就變成說沒有共同聲明嘛 你每一招都見識我的要害 我怎麼開會嘛 你到韓國去一定是有做秘密承諾 韓國人這個風聲就是告訴你說 趕快來趕快來 他說他想要去上車 不好意思自己講 文在寅這個韓國人最現實 韓國人務實得不得了 韓國人跟臺灣斷交的時候 辦一分鐘就決定了 半夜跑掉 根本不跟你落地巴說的 他早一定要跑了嘛 就是要準備溜熱他才故意放消息 然後講完之後他也不跟你講 他就把你賣了嘛 老高麗棒子的特性就是如此 先賣再說 本來就是先賣再說 他務實 他小國他是中型國家 他不跟你這樣搞不行嘛 好啦那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十八號的會議的結果 我們今天已經可以預料了嘛 這預料結果是什麼樣的結果 一定不會任何結果 但是有沒有可能 還有你要看到另外一個國 另外一個地區更惡劣的 歐盟 歐盟最近開會要幹什麼東西 德國最近開會要組裝什麼 香港事情要跟我開始辦嘛 譴責香港 譴責人權問題 開始醒過來 他通通來了嘛 全部都來了嘛 所以他照樣搞下去的話 愛國者治港能不能成功 你看了沒有 連我們的馬英九都講了嘛 一國兩制毀了嘛 一國兩制結束了嘛 所以香港也會有變數喔 不是那麼簡單的喔 新加坡這個表態的情況之下 表示他其中有獲得其他利益的 要有談判空間嘛 所以整個的風氣在二 就在兩會之後 就在這個四方會成之後 這同時開始一個天地旋轉的 一個大變化 而這個變化我們看十八號 我現在預測十八號的會議 絕對不會有一個讓中國大陸的外交官 滿意的結果 那那樣要是你在這裡 就在一一下 不了一五祭 神奇博 是啊 人生都有 成功 神奇博 神奇博 神奇博